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轮送我情 知己就像苍茫人海中的一盏明灯 有意会让人忘记客居他乡的飘零 有好友相伴 他乡亦故乡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人走上社会 无论学习工作生活 总要和人打交道 所以朋友就非常重要 你们在中国的经历当中 有哪些朋友让你特别的温暖 我记得就是去年跨年夜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好像有七八个人 一起交换了礼物 一起去看北大伯亚塔那边的烟花吧 感受到了那种 在异国他乡那种家的温暖 到中国的时候 有点孤独 就是因为当时是人比较少 交了几个朋友 我们去很多地方玩 然后我有什么心情不好的 还有什么不能跟其他人说的 可以跟他们说 所以我觉得不在自己国家的时候 朋友是最重要的 他们建立起了一种非常真诚的信任的关系 所以可以倾诉 可以做深入的心理的沟通 这也是朋友的意义所在了 第一个我想到的是我图书 当年是我读语课 然后他是大四 所以他特别忙 一边写路文一边实习 有很少时间在宿舍 但是他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水果 还有酸奶 所以他每天回来都买一些水果和酸奶 放到冰箱里 像我是学影视的 我会在拍东西 或者是在创作的过程中 会遇到一些困难 那这个时候我的朋友们 无私地过来帮我 去解决我的问题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温暖 你们几位在中国留学生活的时候 那跟中国朋友在一起交往的时候 一般是A制 还是说大家抢着请客呢 就是一般情况下都会是A制 但是我记得去年秋天 刚到中国的时候 银行卡还没有办 我身上只有现金 当时就是体测完之后 遇到了一个来自上海的中国朋友 然后就跟他 还有他的另一位中国朋友 去吃了饭 然后当时说 你们可以先微信就是 付一下钱吗 我现金拿给你们 不用了 我请你 然后那天就是聊天 聊得非常开心 我们一般也都是A制吧 就是有一天是一个中国朋友的生日 其实我们就是给他准备一个惊喜 但是后来呢 就是他趁我们在聊天 然后偷偷去结账 吃饭的时候他都请我们吃 我跟朋友之间的话 我们都是互相请客 可能这次我写 下次他写 反而是跟普通的朋友会A制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老北京吧 有一个特别特色就是 除了北京好呀 老北京爱喝的 大家有没有想到 豆汁 豆汁 对 豆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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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跟中国朋友说 我先去尝尝嘛 然后他也带我去 就是那个店卖的豆汁 特别那个大方 给着我这么大的 然后玩豆汁 我中国朋友都笑一直笑 其实我喝了一勺 然后我得喝了矿泉水 旁边也有矿泉水 我要继续喝一勺 然后就喝了一勺 我喝了应该到三分之一吧 我就喝不下去了 我就说不行了 我喝不下去了 豆汁没喝几口 矿泉水喝了几瓶 对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蛮能 接受豆汁 但是让我干也不行 就一勺一勺地吃 跟娇春一起吃可以 因为老挝有一个就是 青木瓜沙拉 这一道菜 我们会放臭鱼浆 对 放臭鱼浆是老挝菜的精髓 我们吃烤鱼 烤鸭或者烤鸡之类的 我们也会用臭鱼浆去耍 然后放上辣椒 很好吃 爬到这儿我就饿了 美食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 而且也是接触最多的 这样一个话题了 刚才长蓬说 反而不是很熟的朋友会A制 一旦熟朋友交情很深的时候 那很多时候就不用 拘泥于这么多的细节 这么多礼节 这么多的规矩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 黄金万两容易得 人间知己最难寻 知音难觅 前不久在中国的影院里 就有一部电影成为了爆款 它就是长安三万里 这个电影中描写了 唐代大诗人高氏李白 他们之间的友情 也是非常动人的 我不知道你们印象最深的 或者你们最熟悉的 中国古诗都有哪些呢 静夜寺李白 床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枝头 望月低头 是故乡 孤帆 圆影 避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这确实李白的 这个传颂千古的名句 特别喜欢李白的 行路难 行路难 不齐路 静暗在长凤破廊 惠有时 直华云端 近沧海 直书兄弟啊 这个气魄豪情啊 是非常震撼的啊 像那个影片里面 高氏对李白的那种 友情的那种感觉 特别纯洁 质朴 彼此牵挂的那种 羁绊吧 所以我特别喜欢高氏那句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嗯 我也想到一句 君君更进一杯酒 稀出阳关 无故人 哎呀 确实是唐诗中的名片啊 这是王维的 宋元二 史安熙啊 还有一个是 李白的曾汪伦 也是讲朋友 送别分别的 桃花潭水生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其 他把他们的义务 用很深很深的那个 潭水来去做比较 就是说那个水再深 也没有那个汪伦 对我的感情那么深 嗯 我非常的惊喜啊 没想到你们 对中国古诗的了解 会这么多啊 能够随口就来 特别是讲到这些 友情啊 送别的这个古诗啊 确实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啊 很高兴啊 刚才听大家一起分享了 那么各位在中国 学习生活和交友的这个体验啊 特别是各位来自东南亚 还有来自这个蒙古国的朋友啊 可能这种感受 跨越文化的这种交流和体验 是更深的了 今天啊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